加油 加油 首次成立妇幼保护志工队 由社会及劳动处长林俊吴 颁受本县妇幼保护志工旗帜 严正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管梅秀代表接受 并挥舞旗帜 宣示保护妇女 儿童等安全 提供祥和居住环境 我们妇幼志工的任务就是要 防止这个家暴 对我们妇女的保护 还有对这个儿童的受虐的一个防止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最近几年很多的新闻媒体报导 我们的妇女受到了家暴 我们的儿童受到了虐待 甚至死亡的事件 像这种事情 来说我们出品隔壁 大家来到关心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志工 可以来举报举发 给我们的社工和我们的警察机关 共同来关心 本次活动 共约500余位民众参加 县员曾正言也到场共襄盛举 随后竹山镇严正社区发展协会 带来富有保护话剧表演 欲请大家勇于举发家暴事件 降低暴力事件发生 我们准备在南投县 十三乡镇每一个村里 我们都要尽量尽量来寻找 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志工 我们让南投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有网络的关心志工 一起来关心我们南投县 让我们的南投县 整个陷阱之内 更安全 更和谐 更幸福 让大家一起来努力 民众未来如发现 邻居有不寻常事件发生 包括家暴 争吵及遇伤等 请拨打报案专线110 或家暴专线113 避免汗事发生 及早提供个案通报 关怀 转介等 以增进本性和乐幸福